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清流论坛举办了之后 会有一定的不少的回响 当时我们看清流论坛当天 我们说是一个大马佛教的论坛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参与的就出家人来说 参与这次论坛的出家人 大部分是汉传佛教的 只有一个藏传佛教的比丘尼 汉传佛教法师好像只有没有一个 那就这点来而言 那我们说如果我们说要办一个 什么建国 什么马来西亚国民团结大会的话 如果清一色都是马来民族出席 那只有一个一%是华人 印度人一个都没有的话 那是不能够叫做一个 属于大马佛 大马人的一个大会的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 可能是语文的关系 因为中文跟英文的不同的使用 就这一点也我想谈一下 不知道各位两位对这次清理论坛的回想 跟你以后要怎么办下去 有着怎么样的看法 简单而言 我还等着回想 我在想 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方向是从哪里流到哪里 因为这一次的清理论坛可以说是从草根发起 对 那草根再去广耀大众 当草根广耀大众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说 我们草根可以接触的层面 我们草根可以接触的群众 而且草根的这个影响力去到哪里 那有什么人会来 我相信在主办的时候我们是有接触 我们是邀请广耀各个传承的 可是邀请他们过后 他们会不会来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 从草根往上邀请 跟从上面再往下去传递 它会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出现 那由下往上是会有一定的局限的 是 你是说但是现在会不会到了一个局面 必须要由下往上建议 或者是推荐一些行动方案才可以 因为我们看到往往由上往下的东西 几乎是只沦为空谈 而没有一定的具体的行动计划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 进来有这样子的观察跟审思 我发现到说 教内其实有在 忧虑佛教的发展的 有在思考 有在探索佛教发展的呢 其实有不少是来自草根的 尤其是知识分子那一面 有一点点 被领导的人在领导领导的人 听懂吗这句话 被领导的人在领导领导的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领导的人怎么去领导领导的人 领导的人 有人会说有玩文字游戏 这个就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听不懂 听不懂就很熟 不需要听得懂对不对 反正早上九点半应该还很清醒 问题是就是说那些本来是领导人 后来是被领导的人去领导的话 这些后来被领导的人 愿不愿意被领导是一个问题 因为草根的一些讯息 我们已经传达出去了 那上面那些所谓的佛教领寿 组织这些领寿人 会不会去领听 我们说三十而立 四十不获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我们来讲经过已经六十年了 所以教界领寿没有到了而顺 就是他耳朵比较可以去聆听草根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很关心性的一个问题 这时候你怎么看 我是很偏见 我觉得六十一马来下来讲 他不是耳顺 他是耳壁 他崩壁了 没有修养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由上而下 上是指什么团体 而那些团体 如果以一个道场 一个道场 一个派系 就是一个传法的法系为主 他对他的法系的重视 会不会多于对整个佛教整体 还是对一间庙 他自己的庙 那个道场 斗过其他佛教整体 会不会有这样的考量 那如果是 在这个位置上 就以这个位置做一个前提 当草根的个别人士 做出了一些 一种呼吁的行动时候 当领导人觉得 被领导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想法 会不会是一种反弹 会不会觉得 我 你们在挑战我的权威 让我的安全感受到威胁 对不对 当然坦白讲 你们可能很多人讲 不会啊 他们是佛教的大德 应该细微很好 那我觉得这个佛教大德 细微必然很好 那个通常是宣传词局 大家不用太过认真 从人性来看 位置越高 而且受的尊敬越多 如果内心的能力 没有那么强 一般上真的会耳鼻 所以有草根 提出 主导提出 一种建议 不管是呼叫 还是改善 改革 甚至改革 我比较担心的 其实是 这些人可能会 形成一种反动的力量 他反而阻止你 可是 以现在马来西亚佛教 发展到今天 如果 还要看着 那所谓的 领导层的脸色来做事 基本上等于不用做事 也基本上是 你们是把这种主导权 让 佛教界所谓的那些 父佛外道 逐渐的抢了权势权 领导权 如此而已 大家只会站在那边呢 很担忧的说 什么 业障啊 末法 时代啊 佛法 不幸啊 讲这种废话 然后可是自己行为 是构成这种废话的 原因 只能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清流过后 如果要继续清流 变成海啸 真的不是要看 领导层怎么做 是看我们每一个个体 如果大家觉得 佛教上有可为 佛教的修行方式 和他的哲理层面 能够对世道人心 有所注意 我们应该还要重征他 那就应可以 摆开所有教派道场 有心者一起来为之 不管后来 后来结果会怎么样 不管 但终点就是 不堪领导层的脸色 这个才是多少 符合现代这个时候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应该有的 这种所谓 草根推进的这个特色 我看法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我们交界 是不是来到一个关键点 一个一个十字路口 是要有一个运动 然后这个运动是说 不是由上上而下 而是由下而上的 然后教练的一些东西 不再是活动的 也不再是组织性的 那些东西 而是草根的 革命性的 然后可以真正的是一股清流 那是不是造成海啸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需要有这个运动 然后如果有这个运动的 需要的话 我们应该注意哪一点 俊南你怎么看 刚才泽宗谈的那个 我看到的反而不是那一点 我看到的就是 目前佛教的领导层 他的能力去到哪里 我们其实看 目前教界的 几个全国性总会 我说两个吧 是不是大概两个 我们知道说有 大概六七个 OK 那我们看全国性总会 第一 全国性总会的 全国理事 他们的最高领导层 是不是每个对佛法的掌握 都很稳 和他们的第二线领导层 他们的小组成员 对佛法的掌握到哪里 这个是我 我观察过后 我有一点忧心的地方 那第三点呢 这些人的动员能力 去到哪里 这些人 他的组织的能力 他的动员能力有没有 那如果他的佛法基础不强 他的动员能力没有 那他怎么去领导 我看到的忧虑的地方 反而不是泽宗所谈到的那一块 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根基不稳 那根基不稳的时候 你制造不到海啸 你动员不到群众 你影响不到草根 那如果你谈从草根来处理的话 草根是散的 当你要去动员草根 你是回到去 同样的一个关键就是组织 你必定是组织起来 才能够动员草根 你不组织起来 你怎么动员草根 当你组织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回到去 刚才泽宗所顾虑的那一块 那这个都是我们 我们在谈 所谓的佛教运动 而不是佛教活动 那我们需要去正视 需要去观察 那都会带来影响的部分 所以我是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可是如果我们等 那个所谓的最高领导成 或者是全国性的组织 我相信很多有心有力的佛教徒 包括草根的佛教徒 已经等了很多年 而且他们几乎都是卡在 交着在一种 要真心与无法真心 然后自己本身有 自己组织性内部的一些问题 包括你讲的领导成的问题 然后资格的问题 佛学水准等等这些问题 那泽宗你怎么看 对俊达那一番的建议 刚才俊达提出一个 真的是让我一点 整静的问题 如果这是核心问题 马来西亚佛教真的是 几乎可以用病入高荒来形容 你看哦 佛教领导成 少数佛教领导成 他面对的问题 第一个是 佛法的掌握 或者建议 可能不足够 那就麻烦了 佛门常常一句话 一忙引中忙 镶嵌入火坑 那这些总会的领导人 会不会在 引着中忙 惊火坑 真的是个诚意 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应该好好 深入谈一谈 是 因为如果你不理解 你所传 你所分享的那一套方法 或者知识 而你又 被迫去分享 那只会是留意口号化 表面化 形式化 到最后呢 达成一个最伟大效果 叫知弃弃人 第二点就是 作为领导成 竟然难以动员 这不管是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任何人类的 社会的运动 都是逼病来的 那问题就是 我想 君达 想跟你了解一下 他是没有动员能力 还是没有动员意愿 而没有动员意愿 是因为刚才我所提的 他照顾自己 多过于整体 还是有 当然我们讲 人心上最卑劣的 我们不谈的 如果动员能力没有 为什么 缺缺动员能力的人 能够在每一个教团 扮演领导角色 所以这个问题 如果是存在的话 我坦白说 以我一个外人来看 佛教人傻瓜 你们竟然是将一些 没有领导力 跟对你所传授 那一套哲理与方法 不了解的人 本上的高位 那结果呢 弄成 弄到马来西亚的佛教 变成一潭死水 流于表面 OK 这些批判都不谈先 咱们会根本原因 就是 佛法的掌握 跟动员圈圈 到底他理由 那理由是什么 他问题是什么 刚才你提的那个 我反而没有担心 就是你说一忙引众 我反而没有担心 是因为 当他的佛法掌握不强 他动员能力不强 一个佛法掌握 不强的人 而同时又不太具备 动员能力的人 他就不能够引 他是没有办法引中忙的 他只不过 他可能 坐在那个位置 那他的任期过后 他可能就是 没有太多的 作为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职位 他坐在那边 虚伪以待 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问题 我们 我看到的 我观察到的是 从 一百年前 太序大师 看到中国佛教的问题 他做了种种的 呼吁 那也做出了 种种的改革的理念 那我们看到 他的失败 我们看到 他的成功 可是我现在看 别的国家 我不懂 我们没有真正去看 我没有真正去看 我就不去谈 马来西亚普遍上 汉文源流的 这个佛教的现象 跟太序大师 那个年代 我如果你说 完全没有改变 不至于 的确是比那个时候 好多了 那好多的知识分子 开始学佛了 好多人开始 成立佛化家庭了 可是呢 这个现象呢 都 我看到的大部分呢 都是 仅局限于 我自己成立了 佛化家庭 可是 是不是对 整体 马来西亚佛教 能够造成一种 佛法的 普及教育的现象 这个我看不到 那当他没有 这样子的普及现象 而大家又满足于 我成立了 我的佛化家庭 我用佛法来 教育我的孩子 接下来你怎么去 解轨 在我个人的 自受用 跟进入一个团体 去领众的 他受用那方面 那我看到的是 这一块没有 解轨到 那可能有些人 他就说 好我就 我就 我就好好把 我的家庭顾好 那 坐上高位的人 他们 可能是有心 那他们可能有心 想佛教做一些什么 可是因为 第一 自己的佛法的基础 一 是 自己佛法基础 不稳 那第二 有些是 自己佛法基础 其实是稳的 可是没有信心 出来 做 红法立身的工作 我这里 红法立身 我是撇开 你是百一 还是子一 不谈 那只要你对 佛法有掌握 你就应该可以 出来做 红法立身的工作 那有些人 具有种种的原因 可能会估计 百一上座 可能会说 我自己信心不强 而不敢出来 做红法立身的工作 那 当这种现象 出现的时候 居高位的人 可能是有心 可是 没有能力 可能是因为 佛法的基础不稳 可能是有 佛法基础 没有信心 那种种现象 让他们 不能够发挥到 他们应该 发挥的影响力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 一些观察 当然不能以 批验概全 不是所有的 全国性组织 都是这个样子 那有一些 全国性组织 是这样子 那草根性组织 就很普遍 看到这种现象 我看到 也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 办起活动来 不管是 红法也好 法会也好 那属于自己的 比如说 自己的团体 自己组织 我们就很满意的去做 自己的山头 自己的组织的 不管是 总会也好 那个 分会也好 或者佛教会 但是如果 观察到整体佛教的 这个利益 跟存亡 厉害 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往往 好像有心 无力 会不会有这样的 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 很注重自己的 本位的 这个组织的发展 我这个团体的 我这个老师的 我这个山头的 我这个传承 我这个宗派的 可是谈到 马来西亚 大马佛教 整体性的 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要嘛 就是不谈 要嘛就是 OK 我只要巩固 这个呢 就可以很好的奉献 大马佛教 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首先要 先介绍 刚才我讨论 第一个是 关于到所有的 刚才所提到的 所有关于到 佛教领导层的 一些问题 我先做一个 申诉 这肯定是 以便该全 OK 就算它是 普遍现象 我也没有办法说 它是完全如此 我现在做一个提示 第一 第二点 其实还是那个问题 你看 刚才从俊达兄 这个 两位你们 你们的口中 所知道的 我现在不是用佛法 我用一个团体的 角度来看 一个组织结构 角度来看 能够 坐上领导位的人 能力 或者间谛 和意愿 都出问题 那我们先不谈 这些 畏惧领导人 他是不是有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问的问题是 那为什么他们会被 捧上去 这个应该是更核心 更可别的问题 是不是有一心啊 你给我来讲 我们 我们是一种 我用外行人 用小人自信来看 是不是有些人是 哎 这种这样辛苦的工作 推你上去做 哎 我嘛 我老实现在自己 自修 修什么一回事啊 会不会这种 自信之力呢 那另外一点 刚才 这个谁 俊达你提到的 我们现在比 叙大师的时代好 是因为 可能在佛化 家庭层面 做得不错 当然 他们如果只愿意 把佛教 的教法 分享给自己 身边最亲近的人 是他有个人选择自由 可是 如果这个是 普遍现象 那 这些人 如果口中又提 他自己是 大称行者的信徒 他那个称 是不是 口说大 其实只顾自己吧 泽中问了一个 很好的问题 那我其实有在观察到 我们 在汉传佛教里面 所谓的大称佛教 会有一种 认知上的矛盾 一方面我们在宣扬 中国佛教是大称佛教 或者汉语系佛教 是大称佛教的时候 要行菩萨道 可是转个身来 我会发现到说 很多的所谓的 大称佛教的信徒 会有思维上的不解轨 那怎么讲 思维上的不解轨呢 一方面他就说 我们要行菩萨道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去谈到 弘法立身的时候 他就说 随缘 这个人有缘 就会来学佛 佛系 最近的佛系 有人戏称说 佛系是新的 付佛外道 他肯定是新兴宗教 一方面呢 我们说 我们要行菩萨道 另一方面 我们讲随缘 这个人有人就来学佛 这种是 完全不能解轨的 两个不同的思维模式 可是会很自然的 而且是普遍的 出现在汉语系统 佛教的佛教徒身上 是很普遍的 现象来的 当你跟他谈说 我们要去弘法 我们要去度众生的时候 他说随缘 有缘他就会来 可是当我听到 这种论调的时候 我会很pictive 我就问他 请问你的处处在哪里 这个随缘的处处在哪里 和你怎么诠释这个随缘 这个是所谓的大乘佛教的佛教徒 所出现的认知上的不协调 而这个是普遍的现象 这个才是汉语系统佛教 在做教育的时候 过度偏差的去宣扬随缘 而没有去看到菩萨的精神 本来就是积极的去广度众生 当这块长远被忽略的时候 被教育出来的佛教徒 就是自受用就够了 而他受用那方面 就不会发这个心 要去做他受用的工作 这是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发现我可以整理出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所谓的佛教组织的团体的领导人 他跟草根几乎是一种脱节的 所以变成现象 来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草根要做出一些反动的呼吁 说我们佛教应该怎么怎么走 因为你们都没有提供我们一个大的方向 即便提供了一个大的方向 没有一个所谓的很具体的行动计划 教大家怎么做怎么走 怎么一起通往这个未来 一些比较光明有希望的这个未来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一点我是觉得 团体组织的领导人 似乎很少去涉及现代的领导学跟管理学 他们这一块是几乎是没有做到 我记得居然在清理论坛不是问过 问过这个问题吗 然后有人就说 我们要确保说 佛法是主要的 然后领导学跟管理学是次要的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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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看法 那我是觉得在领导学跟管理学都缺乏的时候 你怎样 你要怎么样才来 才来谈 再去谈什么佛学 以佛学来办这个领导学管理学 先把这个现代的管理学跟领导学去建立好 怎么样管理跟组织一个佛教团体 佛教组织 不管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 那我们才来谈下一步说 怎么样把佛法放进这个管理学跟领导学里面 对吧 你是这样的看法吗 我看你这块 其实这些年来在佛教界的草根的佛教工作 我是有看到说 因为在佛教里面 其实佛教的修行 不管你是讲南传北传还是藏传 修行的次第很重要 那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在法医的修学 在行门的修学 那个次第很重要 可是我们在佛教团体的运作的时候 就似乎不太看到次第 就这个次第我们怎么放进来呢 我们在看 一个人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要学的是佛教的根本的理论 和佛法怎么用在生活里面 让他能够从佛教的理论 跟佛教的这个受用的部分 他可以先得到受用 得到受用了 法洗了 他进一步去学习 可能去到佛教室了等等 那当即下来看到这个人 已经是对佛法有根本的掌握了 我们就看这个人 是不是这个团体的未来领导人 佛教界的领导人 除了在做佛法教育 当然这里问题是 有没有做佛法教育 已经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除了在做佛法教育以外 佛教团体领导人 有没有bare in mind 有没有放在脑海里面 放在心中 栽培我的结邦人 是很重要的 我以后的结邦人在哪里 有没有去看这些结邦人怎么栽培 当这个人有了佛法的基础 有了佛学的基础 有了受用过后 接下来他懂不懂 怎么样去运作一个团体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把管理学引进来的部分 你怎么去把它引进来 那除了管理学以外 我们要不要栽培未来的弘法人员 那栽培未来的弘法人员 这个弘法的模式 群众心理学 这些都要在第二个阶段引进来的 那个弘法的方法 跟这个管理的方法 都要在第二个阶段引进来 这个就是从一个人 接引进来佛门 建立他 教育他 到栽培他成为结邦人的次第 那相信 不多佛教团体 有看到这一点 甚至有怎么去做 那可能就是 扎巴郎的 罗扎的 就相信很多佛教团体的领导人 是打天才波的 被放上去那个位置 他的天才应该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或者是我们领导层 有个菜单 今天你做主席 下一年那个做那个做 就来来回来去循环 对不对 好在 我们又不是说 有像老马这样循环 刚好循环可以做一个首相 然后改召唤呆 我们缺乏这个 有能力的被循环的人才 对不对 那这种怎么看 我们还要再循环下去吗 我常常笑说 这个是佛教界一种轮回 我们说谈轮回有两种 我们有所谓的六到三界轮回 然后佛教界一种轮回的现象 一直不断循环这个人才 如果你说组织方面 我会觉得来自台湾的山头 他们的对内组织是非常强的 是 而且如果只是纯粹从组织跟动员能力 他们一定不在意 我刚才喊这一块 他们对中内的动员的意思太恐怖了 太好了 还是回去这个问题 三位的 就坐在三位领导层的 论知不清掌握不透 动员不了 下位的只顾门前雪 随缘为口号 这样的状况 佛教院何去何从 我们还没有回答 刚才真卫所提的一个问题 这是来这个论坛的 三系佛教里面 好像来得并不均匀 还没有到达那边 就先来这个部分 整体性的 这里部分我就引发一个问题 这个论坛其中一个主轴就是要讨论 怎么样去回应 父佛外道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挑战 对佛教的这种挑战 可是 领导人 认知不清 你不担心领导人本身就是门内的外道吗 好吧 我们有一天 用个题目来变一变 到底父佛外道 还是门内的外道 对佛教发展 破坏更大 也就是刚才君达所讲的 领导人需要重新再被教育 然后重新被领导 被草根领导 好吧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单元 就是下一集 我们更积极的 更广泛去谈这些 所谓的怎么样 在教内 不是只是办活动 而是开展一个比较 正心佛教的 可以说是内部改革的一个运动 由下而上 然后看 我们可以通往怎么样一个 比较更光明的 淡马佛教的未来 好 下一集我们再见 拜拜